前几天有个姐妹偷偷跟我说发现幸运外是成阶段性的 有一只完全不想不起来 就像新冷淡一样,但有一阵子就特别想要 比如说她来姨妈那几天的时候就特别想怕 她男友有一年都在出差,一年也没有回来几次 有一次回来,刚好赶上姐妹来打姨妈了,怎么办 终于在她们的姨妈期第五天的时候被忍住同房了 当时我看着大邦迪已经完全没问题了 然后数着日子也是第五天的时候就啪啪啪了 但是感觉真的爽,而且姐妹说她很快就高潮了 平时感觉兴冷淡的人,那天晚上竟然高潮了两次 还沉浸在一波一波的快感当中 结果发现两人身上都带一点红色 当时就很后怕藏红灯了,搜索引擎上各种搜索经济同好的后果 看到了就会害怕,但是最后什么也没错 担惊受怕了几天,时候发现什么问题都没有出现 两人非常庆幸,男友也发誓一定管住自己下半身 以后再也不能这么冲动了 也许有人会说,这妹子啪啪玉也太强了吧 连姨妈其实都不放过 但事实上我们平常对姓的欲望并不强烈 只有在大姨妈期间前后心雨特别强烈 男女心雨都很强,才能得到好好的想象 所以如果你没有挑起她心雨的技巧 那就选择她心雨最强的时候行动吧 究竟女人什么时候心雨最强呢? 第一,排卵期和生理期 首先说明生理期想要跑趴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女生在姨妈期和排男期间 雌性、雌雄基础是一个很明显的双高峰 性雨会达到领风 除此之外,亲戚女性的盆腔正处于一个冲血状态 加上精血的刺激,是会刺激性器官的兴奋 也是增强性雨的原因之一 就是绝大多数女性的规律 那如果工作压力比较大 平时一直处于紧动的状态时 那么很有可能会使孕激素和刺激素素受到一定影响 那么这个高峰期也会出现波动 正常来讲,生理期不能心爱,可造化漏然 生理期却心雨比平时强 不过为了她的健康 这个时候最好还是忍着,别乱来 忍不了就DIY吧 得不到的东西就是越是隐忍,越是心痒痒 得不到的永远是在烧冬 所以假期一结束 对自己已久的欲望可能就会大爆发 这也是为什么女生在生理期 总会忍不住去想一些羞羞的事情 第二 远距离恋爱 提着大包小狗赶快往地方跑 一到住的地方,如果不上厕所的话 就进入二郎普世阶段 乱肯一头,并起地往上摩 最后是提笔鸡毛 是满地的狼籍 不分白天黑夜 再然后呢,只把一年放下来都做了没有 很久上大学的时候 我在北京 男友在南宁相距于2411公里 每天只能用手机交流的日子 真的太难熬了 感觉像养了一只手机宠物似的 所以每天都想方设法 如何逃课去找他了 那时候为了省钱 我都是去坐绿皮车去南宁 近30个小时的运作 真的是精疲力尽 每次在车上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之后 一定要好好的睡一觉 可每一次到了之后 看到男友的那一刻 不简单就像是打了个鸡血 见面后打车 公交都不带坐的 就再去酒店 到了酒店 直奔主题 钱是什么的 都放一边 那也说 先好好爽一把再说 爽完之后 会和男友一直抱着 开心到吓出声的那种 因为隔了这么久 终于可以触碰到对方了 第二天呢 出去走一走 好好欣赏一下 家南的水箱 晚上在外面吃顿好的 回酒店后 好喜酒开始了 各种前夕各种姿势 都要藏一个遍 接下来日子呢 都是差不多 总之是怎么开心 怎么来 会好好享受 在一起的时光 晚上睡觉都不愿意找睡 不是他在想念 就是我在想念 爽是真的爽 累也是真的累 洗澡后的三十分钟 在洗澡三十分钟之后 女性身体都感知度不断恢复 而且经过洗垃水澡 浑身上下都是放松的 各个器官也开始正式工作起来 这个时候 如果男性把握的机会 是很可能 标起女性的欲望的 在性生活中 触摸是最高效的手段 在前夕可以通过触摸女性的肌肤 让她欲罢不能 对于女性来讲 为什么说在洗澡后不能立马进行夫妻生活 而是要等半个小时呢 实际上 在洗澡的过程中 可能女性开启了三十度以上的水分 这个时候皮肤对温度的感应 就已经下降了很多 甚至有些女性出现了皮肤草红的状态 甚至会有一些麻木的感觉 这个时候即使是再来会撩波的男士来 也是没有办法的 甚至会让女生产生厌倦敷衍的感觉 是 一天当中 哪些时间段容易有幸运呢 早上的九点到十点 男人大多是早晨容易勃起 周末早上八点这个时间段 女性刚睡醒 很容易有憋尿的感觉 会有刺激大脑神经系统浪起其兴奋 让女性想要进行夫妻生活 如果这个时候办事 女性会有强烈的满足感 一般晚上睡觉前欲望也很强烈 特别是晚上十点左右 女性大脑的创抑细胞最活跃 此阶段磁性激素水平明显升高 持着她们赛云想笑 而幻想的内容大多与性恋爱有关 尤其是裸睡 随时准备套套吧 五 女人的第二春 三十如狼四十如虎 这不是空谈了 女人到这个阶段 性器官趋于成熟 且更懂得和了解自己的身体 此激素分泌旺盛 所以这个年纪对啪啪啪有很直观的认识和体验 欲望水智更加的强烈 二十几岁的青涩 对性还很保守 比较修盛 不太会掌握主动 对性知识和技巧掌握的也够全面 三十几岁摆脱了青涩 对啪啪啪更加的坦能 知道怎么做 会让自己更加享受 三十几岁的女人一般都组建了家庭 对家庭付出的精密和工作 事业上的压力 让整个人的身心都很紧张 所以继续啪啪啪 让自己彻底放松 在性爱过程中更加集中的享受 女人到了三四十岁 性与性感受会达到一个高峰期 时间的女性性幻想较为激烈 平凡 而对性爱的渴望也会更加的激烈 另外选择年龄的增长 女性疲累的雄性基数水平提高 性欲变得更强 所以说三十几岁都是女人的第二串 六 爱抚情话都会让你性感增 温柔的爱抚可以让伴侣明显感受你对自己的爱意 男人说情话是赞赏女人身体是能让其心智勃勃 但注意不要对她的敏感不为妄将平衡 如果拿不准可以说一些安全的公围话 下班回家看见屋子里空荡荡荡的 那么冷呢 这时候从里屋传来一声 饭在锅里 我在床上 打开锅一看 有乐乐腾腾的饭和菜 走进屋室一桥 还有一个混质兵兵的男人在看书 于是两人胃口大开的吃饭 女人往往会用啪啪啪来做奖赏 然后上床说着情话 坐着碍事 整个屋子隐瞒着浪漫 冰王已经被调动起来了 你还在等什么呢